全世界最好学的文字 韩文的字母 就是从这个形状来的 大家好 我是卫酸人 今天我们来聊聊 韩文到底为什么是 全世界最好学的文字 我真的不骗你 韩文真的是超级好学 我来讲讲我第一个 我这边第一个 韩文学生的故事给你们听 二十年前我还在读国中的时候 我跟我阿嬷两个人生活 那我阿嬷因为那一辈的 老一辈的韩国人的观念 觉得女生是不该读书的 所以我阿嬷从来没有上过学 从来没有学过任何的韩文 所以它是个文盲一个 那我的阿嬷那时候 邻居有一个阿公 跟他有点搞暧昧 虽然他不承认 但我觉得他们真的在搞暧昧 阿公有时候会传纸条 一个小纸条给我阿嬷 那我阿嬷不是字 所以他拿到纸条之后 会拿给我 让我读给他听 结果到后来 不知道突然有一阵子 他就不拿纸条给我了 我想可能里面内容有点变了 然后他就直接买了韩国小朋友 在学韩文的时候 用的很大的字母表 拿给我之后 要我教他韩文 那我心想 我阿嬷这么的上进 我当然要帮忙 所以我每天放学 30分钟 我就教他一点一点 认这些韩文字 结果不到两天 他就能够写出他的名字来了 五天 他就可以看报纸上面的标题 他都念得出来了 然后在不到七天的时间 他可以自己写纸条 那当然他里面会有一些文字写错的了 但是基本上他是可以 把他自己想表达的写出来 而且对方也读得懂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超方法 至于韩文为什么这么好学 就连70岁的文盲阿嬷都可以快速的学会呢 那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个人叫世宗大王 世宗大王这个人是朝鲜的第四代王 那他创了韩文 那他为什么要创韩文 而且他又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创出了这韩文呢 我们来看下去 在世宗大王创出韩文之前呢 那个年代的朝鲜人 他们讲话是讲韩国语 不是高雄市长那位 那个年代的朝鲜人是讲韩语的 就跟现代的韩国人讲的话 没有说差很多 有点差异 但是没有差很多 但是他其实书写的时候一定要用汉字 这有点像什么呢 各位可以想想 你现在讲话都是讲中文嘛 但是我现在接下来开始 强制所有台湾人全部都要用英文写字 那这样会不会很有事 一定很有事的啊 譬如你看着英文却要念成中文哦 我的老天鹅 让他去吧 好吧 OK 看着英文念成中文好像没有那么可怕 但是反过来呢 如果你想要讲 你明明讲的是中文 但是你要用英文写出你讲的话出来 哦 这妹子我可以 emmm this girl I'm ok this girl yes I can 啊 好久不久了 他这次拿到这个案子也太狗屎运了吧 觉得不平衡 emmm he this case don't shit 是不是觉得人生很累 当时的朝鲜人状况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的沟通效率很差 而且百姓也很难以去接触新的知识哦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书都是写汉字啊 想想 现在全台湾的书全部都是英文的原文书 你是不是更不想念书 所以啊 世中大王发现 大家讲韩文却写汉字的状态之下 人跟人之间很难以有效沟通 那朝廷跟百姓之间呢也是很难沟通咯 很容易被有心人士造谣曲解朝廷的政策 知识只被少数有钱有闲 可以花一辈子时间学汉字的世代乎阶级熔断 记得利益者的权力越来越大 阶级之间的流动停滞 官僚越来越腐败 国力越来越反退 因此他倾尽他一生的心血 坚决要创造出 不管你的资质或者身份 都可以轻松学成文字 会整的朝前人会发出来的所有的语音 字形取自于发音时的舌形和唇形 创造出了现在的韩文 韩文跟汉字不同 它是表音文字 很像台湾的注音符号 还有鲁马拼音的感觉 它的每一个字母代表的是一个音 所以你只要嘴巴讲得出来的任何声音 就可以用这些字母大致拼凑出来 譬如台语的Ginao 你就可以标成这个样子 但韩文的文字又比注音还有鲁马拼音 更好学的地方在哪里呢 刚刚有讲到韩文的字形取自于 我们发音时候的舌形跟唇形嘛 所以其实你会更好认字 也更好记起它 譬如韩文字母 它的声音很像注音符号的 或者鲁马拼音的 所以你可以跟我一起确认一下 当我们发出 这个音的时候 你的舌尖一定会顶在 上门牙的后面 然后你的舌头很自然 就会形成这样的弯曲状 韩文的字母 就是从这个形状来的 所以你乍看之下觉得 韩文这些形状 就好像很奇怪了 但是你只要懂它背后的原理 你会觉得它们的长相 真的是再合理不过了 如果你想要多了解 韩文创制的过程 有一部电影叫 它里面把韩文创制的这个过程 和这个思路 描述的蛮生动的 推荐大家看看 我的文码阿嬷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啊 不要害怕 韩文真的超简单 我是卫酸人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